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健康理财杂志所计划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今天是我们第1185集的播出 如果讲到做保险 很多人可能都先摇头 像在这种大热天 我们要到外面去给人家敲门 去给人家拜访 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摇头居多 面对很多挑战很多拒绝 另外还有很多人想 做保险总要有人脉 做保险总要有一些经验 如果我今天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或是我的年资不够长 我的人脉不够多 我怎样做保险 我想这几年来这样的观念 这样的一个现象已经被打破了 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不少的年轻人 他走入保险的行业 而且他发展他自己的团队 发展自己组织 让人家真的是刮目相看 他们怎么样做到的 今天我们就为您邀请 在年轻人的这种招募 预程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而且连续八年得到我们保险龙凤奖 也就是得到这个应届的财经保险 应届的毕业生最亲爱的保险公司 这样的一个团队 由他的业务的最高主管 率领两位很优秀的通讯处的干部 一起来为我们分享 他们成功的一个秘诀 赶快介绍我们今天邀请来的来宾 第一位是富邦仁寿执行副总 崔天林 崔子父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第二位是富海通讯处的处经理 黄厂新 黄处经理 黄处经理同时也是北二区部的代理部长 对 没错 非常年轻的部长 新北二区 新北市的代理部长 第三位是高明通讯处的处经理 曹怡文 曹处经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部长其实是到一个相当的直击 没错 对 所以以黄部长来讲 是非常非常年轻 对 他大概是我们最年轻的 把握出来的优秀的代理部长 那可以冒昧问一下您贵庚 我70年次 70年次 好优秀 大概至少要45岁以上 70年次是36岁 果然年轻 我们刚刚提到的保险龙凤奖 就是大概每一年快要毕业季节的时候 我们会对全国的财经保险科系的应届毕业生 四年级或是研究所的二年级的 毕业的这些学子做出问卷调查 说他想要从事保险业务的工作的话 他最想要去哪些公司 然后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看到这几年 当然公司得到很好的成绩 我们也看到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想法慢慢的改变了 我们看到说公司的环境制度 往往是他们选择要不要去这个公司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想贵公司能够吸引那么多年轻人加入 在这一部分一定有他独到的地方 那指护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林老师有讲到 其实他的分析里面 大部分都从新鲜的角度来看 我要选择最好是四嫂 离家近 然后前又最多的 当然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心态都没有变 当然我觉得受险业有他本身 他不一样的地方 你看受险业我们常常在讲 你进入这个公司里面 你碰到的业务人员 因为我们都快两万多人 然后家内勤都快接近三万人 那你在工作里面经营 你很可能从十个一百个 甚至于上千个 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对人这份兴趣 就是跟人接触 很热情的跟把你的工作的喜悦 把工作的这一部分推销给你周到的好朋友 所以他本身来讲是要对人有兴趣的 那这就是受险的工作 那接着再深入去探讨 受险业一定有他的工作的意义跟价值 就像林教授 黄教授常常在讲的 其实这份工作你要深耕 你要持续的去经营 最重要的人找到这份的意义 那我想这就是从工作的本身 那以我们在业务的经验来看 那有些我倒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以我们现在看到年轻这一代的人 他是不是敢梦想 他是不是肯去打拼 他是不是有毅力的去从事这样的这份工作 虽然听起来这三句话 他敢梦想就表示说 他是不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些的梦 都有些目标 都有一些成就去要去完成 这就是第一个他就敢梦想 那肯打拼就代表说 他是不是认真努力 当然你认真努力不见得会成功 但是你不认真 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那最后就是所谓的毅力 那这就是我们常看到 有些年轻人 他的挫折的恢复力 或面对挫折的挑战 那这些都足足影响到 他是不是在这行业 能够成功做得好 那以公司来讲 我们尽量把这样的一个培育的环境 教育训练 以及提供他一些很好的制度 很好的这些资源给他 那他真的再不成功 那真的我们已经尽力了 是 所以营造那样的文化跟气氛 然后公司在资源上 给予各方面充沛的一个资源 对 没错 是 好 黄副长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加入多久 然后您现在的单位 或是您的部有多少人 那平均年纪是多少呢 同样的问题 待会我是不是也可以请教 那个黄处金女 曹处金女 我本身20岁加入 20岁 对 还在念书吗 对对对 淡江大学 所以老师好 那我进来到现在是第16年 快满第17年的 那进来的前8年 就开始主要做组织 那28岁的时候 升任变通讯处处经理 所以变处经理已经担任了 也是8年了 然后目前团队大概有450人左右 然后有7个通讯处 那我们再插个话 20岁在什么样机缘 你会踏入保险业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读公共行政科系 就是考公务员 大三 对 那是我的兴趣 他就是在补习考试了 但是偶然是去发现说 所以我是高雄人 台北没有人脉 那我在台北要立足的话 因为物价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像这10年的物价房子涨了1000万 至少有吧 那假设我选择稳定的工作 我可能后面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那时候看很多保险业的学长 而且前辈 哇 他们生活还不错 那假设我愿意吃苦的牵涉之下 我就愿意进来挑战 因为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努力但看不到未来 不过你这样的点被启发 应该有原因的嘛 因为你原来是要考公职 对 那个工作跟作业务是差很多的 一定是有什么人跟你接触 而他讲的话是影响了你嘛 对 对不对 也是我的学长 那因为当初在学校的时候觉得 一个月三万五万 那就很多了 五万超过就很多了 不过那时候进保险员才发现说 原来制度上的改变 市场是这么大的 那很多前辈也在三十五四十岁左右 有做到财富自由 所以我就有看到希望 所以改变我原本的计划 因为你大三加进来 大三跟大四 因为你也还在念书嘛 没有那种说 要已经正式工作的说 如果我没有收入会有什么的问题 但是你是至少还有两年的缓冲 两年不出社会以后 至少你已经有两年的学习 对 对 没错 那曹处经理您的经验 您几年了 快十三年了 看不出来 还好年轻 好 您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对 就是我刚会踏入公司的时候 也是因为在大四的时候 因为正准备要出社会 那其实有一些同学他们已经在工作了 那我是因缘机会看到我的同学呢 他跟我说他在进公司的第一个月 他的收入就有到三万块 那其实这个三万块的数字在当时对我来说 准备一个要踏入职场的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对所以因此我就问他说 那你在哪里工作 那我可不可以也到那一家公司去工作 因此我就这样子进来 一做就做了十三年 是他告诉你他一个月有三万块 是第一次进来的第一个月就有三万块吗 对 而且他展现出非常的有自信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在校 那同学每天来上课的时候呢 他就穿套装 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很纳闷 这个同学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那为什么他上课的时候 会穿套装来上学 因此我就问了他 也就因为这样 所以就进来到公司 然后一服务就服务了十三年 那我们平均的同仁的年纪呢 像因为我底下的处几里中七个吧 先讲你自己的母处 大概28岁左右 平均28岁 对我的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算大的 那那整个那个新北 其他的大概在25到28左右 所以如果整个新北会更下降 年纪更轻 我整个体系大概是也是25到28 25 对 25那平均进来几年 平均他们很多是在20 22岁23岁就进来 有大概八成九成左右 是这个年纪进来 蛮多是在校就进来 对蛮多的 是 那曹经理这边呢 我们的年龄层分布的非常的广泛 我们最长的有到60岁 然后最低的有到25岁 那那个60岁也是你招揽进来的吗 你睁目进来的吗 不是因为我们是店面式的 所以这位这个 自己来的 对对对对 因为是当地人 但也是你吸引来的啊 对不对 是你的店面 你的单位让他走进来 然后加入 没错没错 就他跟儿子一起来 对 好 我想除了说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 转站到保险业以外 刚踏出校门的年轻人 我们刚刚从两位优秀的干部里边 可以看到 事实上很多是在念书的时间 他们就接触这样的一个行业 那我们也一样来看看说 我们的这个调查分析里边 应届毕业生 他们在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们对外勤工作的想法是什么 那他们期待的待遇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来告诉您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我想已经很多年轻的学子踏出校门了 如果您今天正在选择工作 或是您要找适合您的工作 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 事实上在保险业 也有提供保险年轻学子 一个很好创业的机会 他不是一个工作 在回来讨论之前 要告诉你们 我们7月号的《现代保险杂志》 已经出炉了 《现代保险杂志》热腾腾的为您分析的就是 7月1号上路的军工叫年改的制度 那这个年改改的幅度还不少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不够的部分 政府提供的一定是基本的保障 那不够的部分 商业保险怎么样来帮您补充 您可以到全国各大书局 也可以上《现代保险》的书城 都可以找到我们7月号的杂志 说年金改革之下的保险全攻略 好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 我看到我们今年这个调查 就是应届毕业生的这种调查 他们里边对那种待遇 所以我们讲现在低薪 可是他们勾选出来比例最高的待遇 是落在45,000的族群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他们会讲说 他们很重视公司的制度 还有很重视公司的环境 可是是实际上我想说不在乎待遇 那是骗人的 可是什么样的环境可以让他有好的发展 不是看现在而已 而是未来有很好的发展 而我想公司可以得到年轻学子的青睐 勾选率这么高 而且那么多年都是这样 一定有他特殊的地方 指数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 秘密在哪里 不能说秘密 我也不能说是感谢政府 或者感谢现在的环境 的确现在年轻的学子上面 他们碰到的现在的现实的问题 跟过去真的完全不太一样 那么现在年轻的学子 那你说是谁造成的 到底是父母亲呢 还是说他本身呢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很多毕业学子 他一出来他就要学贷 他要还学贷 这个学贷一听五六十万 对这些他的生活 他要工作的收入 他怎么一下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负担 那当然现在的生活的压力 你看从北到南 每一个城市他们面对到的 不管你是租的 你是想要在那个落地生根 你都面临了非常大的生活的压力 更不要想说要买房子 他们头一看 我二十年三十年不吃不喝 我才能买到的一栋房子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碰到的这些 面对的现实的问题 那的确是很辛苦 那一般我们现在普通 找到一个工作能够三十K 那就每个月三十K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对那更何况他 像刚刚讲的主持人讲的说 他四万五 那他多期待多期望 大概研究所才勉强到三万五以上 有机会 可是对一个大学的毕业生来讲 他大概就维持这样子 那我想先回答主持人上 我看到的现在的状况 那以公司你说有什么独到的 经营的模式 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金控里面 那金控的每个事业群有产险 有银行 有很多的 因为集团里面还包括MOMO 才有更多的这些资源 那我们每一个事业群 其实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有名列前茅的绩效跟表现 所以在社会大众普遍里面 他就得到一些很好的印象 因为有这么多人接触 如果你的服务好 你的口碑好 那自然大家对你的印象 讲出这个品牌来讲 那他的印象就是很好 那以公司人寿这边 那当然我们在金控里面 我们运用的资源很多 待会 底下主管可以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东西他们可以接触到 那以公司来讲 我们的创业的制度 我们喊出了一个 就是公司是你梦想的代名词 那我们让这些年轻人 正好符合他们 因为他们迫切的 想要最短的速度来成功 那么他们成功里面 我们有看到很多单亲的小孩子 那他们很孝顺 因为只有一个小孩 所以他想尽办法 用最快的速度 让父母亲能够退休 让自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让父母亲觉得很骄傲 那我们看到了这些 这十年来 的确我们也塑造出 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公司就是不断不断的去成功 去吸引成功 像王产星代理部长 那他就是因为在那个第一批 有总经理亲自带着他们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的像读书会一样的 他就希望他这些人成功 这些人成功 就会刺激资深的主管 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创业制 我们就要发展组织 去创造一些你的事业 那的确 那公司这几年 应该主持人有听过 大吴江的这个名称 我们在全省 以我们这个通路来讲 我们大概发展了 大概一百多个据点 那全台湾省大概有十六七个县市 有六七十个的乡镇 都是我们不断不断在 一滴一滴的开拓出来 那我最感动的是 有一个县市 它从来都没有任何保险公司 在那边开发过 可是我们的主管既然选在 这家业好像是太保的样子 从来没有任何的一个 一个大公司 小公司 就去那边开拓一个保险公司的据点 那我想这些 就是我们在业务线上 不断的公司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那应用金控的整个环境跟资源 所以创造了让他们的梦想 能够提早实现 不过我想口号大家都会喊 很多保险公司也努力在增援 但实际上近来是不是可行 是不是像你当初跟我讲的那么美丽 我觉得那个才是考验的开始 不过我想那个黄部长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说 您当初近来就刚刚提到的是说 有人告诉你那个蓝图 可是这条路走起来 我相信也不是那么轻松 那接下来是说 事实上你现在已经发展出 那么庞大的四五百人的团队 这些人你怎么样引导他们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年轻人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引导他们说 他们想要有四万五 甚至想要更高薪 可是不见得都愿意那么努力 你怎么样去激励他们 让他们走这样的成功的路 事实上我觉得公司给很大机会 像Fintech之下 很多金融业都在缩编 但公司他跟我们一个开疆 辟图的机会 所以很多年轻人进来发现 原来20个人可以去成立一个 大无疆的一个分处 然后四五十二可以变成一个处境 而且最近我们各种82年吃诊 准备要成立通语处 所以他们看到有这些案例 他们觉得是努力的话是可以成功的 那进来的同时当中呢 因为跟过去最大不一样 是过去我91年进来的时候 就只有做一个受险的规划而已 传统保险 那现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金控底下 不仅有信用卡 又会有车子的保险 残险 然后火险 包含到房贷的部分 这些都记录业绩跟竞赛的竞赛项目里面 所以伙伴在上手的部分 跟客户接触的触角会变得更多元 会让他们觉得 一个月要到四万五万 是比外面的工作 是辛苦没错 不过还是可以达成的 我想如果我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我最担心的是 我做业务没有底薪 辛苦我可以忍受 可是我很担心说 因为我没有人脉 我要这样陌生去拜访 我真的可以达到一个月 可以有三万五万这样的一个成绩吗 就是我想要朝经理来帮我们分析是说 您的业务同仁 大概平均收入要多少 他才会定着 然后真正定着下来的比例又有多少 好 那我们平均一个月 因为我们在南部 那个生活压力比较没有像北部的 没错 资出没有那么高 对 那个可能一千多万我们可以买到房 在高雄就可以买到房子了 但是一千多万可能在台北很难 所以其实在我们南部生活 一个月大概三万块左右 他们大概就可以定做的下来 三万块 对对对 那也要我的业绩的佣金收入有到三万块 对对没错 可能吗 大概要多久 我大概平均可以有三万块 因为其实他只要行销到两万多 因为他加上其他的奖金 哦他有一个基本的底薪是不是 不管我的业绩多少 这是底薪的 就是我觉得我行销的也许做到两万多块 那他还有一些的业绩奖金 因为我们有季通算啊 或者是这些这些额外的加起来 那两位你们的那个定着率有多少 因为我刚参加了那个信号ip的那个入围 然后有把这个数字抓出来 大概是65左右 以我自己的部分 意思是说你增援100个来 同一来了 有65个他会留下来 对 我们也差不多 大概是在5成左右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缘故 就是我们的同学朋友 因为大家年龄层也都相仿 所以其实缘故 看到我们在这里做的还不错 然后他们也会 就比较愿意进来 跟我们一起工作 所以通常定做绿额相对稍微高一点 就您的观察 如果说像您刚刚讲的60几岁的 或是他是转职进来的 跟刚踏出校园的 他们在这种招揽上边 譬如说他们 可能毕竟我5、60岁 亲戚朋友蛮多的 跟我今天刚踏出社会 可能茫茫人海不知道去找谁 这两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如果这样讲 可能分好几个层次来看 那我们再讲说就分两个 就是也许他45岁 他在社会 至少他已经有了10年的工作的理念 那就像讲的 因为他以前有固定的收入 不管他来自于哪里 他一定有一定固定的收入 他选择离开了那个工作领域里面 我们有很多自己开店 或者是自己有一份上可能科技 科技类的上百万的年薪 我有碰到很多 然后他觉得我越做 我越看不到未来 那我越做 我会觉得要这么忙碌吗 所以他宁愿选择说 有一份另外一个工作 让我重新的让我去尝试去开创 那有不同的这样的领域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这样的年龄层 他的人脉 他的成熟度 他的抗压性 那这些都是他 要踏入这个工作 成功几率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 有许厂经 待会可以补充一下 年轻人很多 选在这个领域 尤其是学生 那他们很可能 一方面有时候搞不清楚 这份工作 因为都是同学几个人 好像纠办的就来了 有两三个就一起来了 因为我觉得到保养公司 那保养公司很气愤 本身办活动 旅游 吃饭 然后又唱卡拉OK 可能那个氛围让他觉得 蛮不错的 让我觉得 这份工作又很开心的 可是他要是去 要去从事这份工业 那就要看他的特质 对啊 所以我才讲说 好玩进来的 竟然有65%是定着下来 算是蛮高的 是很不容易的 有什么样的配方 就像我们在做招募的时候 我们会讲明说 你要毕业了 你要面临到什么挑战 像我现在36岁 两个小孩 然后我自己买房子吧 上一个月开销 应该就少说10到15万了 那我说好 你要去做 你有兴趣的 你是想 你使薪水可以 但是你看一下到35岁 公司可以给你多少 所以今天假设 生活都过不了 你怎么去谈你的理想 所以做义务 对好像会有薪水落差 会很辛苦 但是今天假设 你没有选择 一开始更努力一点 这样的制度的话 其实不冒险就最大冒险 如果我选择说 那我就加入 跟说我也想跟你一样 我不是只是加入做保险而已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店 我有自己的一个处 就像刚刚直付讲的说 吸引人家的是说 我公司有鼓励 只要达到一个人数 我就可以有一个店 那个店就好像我的事业 我不再只是公司的一个员工而已 而且那个店会让我不断 有人进来的时候 我的收入会增加 那个开店的心情就不一样了 我就不会说这么晚还没有回家 一大早就想要去开店 我想那个组织的发展 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呢 我们还是休息一下 再回来跟你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给您探讨的是 年轻人或是要转职的人 怎么样在保险这个行业里边 发光发热 跟过去的招揽保险的形态 也不一样了 组织的发展的一个模式 也不一样了 同样的在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七月号杂志 谈到这种年改的一个议题 怎么样用保险来补充以外 事实上我们七月号杂志 也帮您做一个特辑 你知道我们每天 有上千万的汽机车 在台湾目前有这么多 那每天大大小小的汽机车 跑来跑去 车祸的事件 一年因为车祸死伤的人数 就将近40万 40万的人 在车祸的意外事故当中伤亡 我想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数字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我保一个强制车险就够了 事实上是不够的 要怎么样再加强 我们的责任险的安排 除了第三人责任险以外 还有超额责任保险 另外撞到超跑 那那个修车费用 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在七月号杂志 也都有帮您探讨 好 我们再回来 刚刚我们提到是说 年轻人或是有职业 有经验人进来 可以有很好的发展 可是事实上我特别为年轻人去着想 是说年轻人他一定会很担心 我自己都有保险了 我妈妈帮我买了很多保险了 我的亲朋好友都有保险了 然后你们这些前辈都已经在做保险了 你还叫我进去做保险 我还有机会吗 曹经理 你有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有 其实这个求职者 他们一旦只要要从事兼容保险业的时候 这没有固定底薪的工作 这是他们最害怕最担心的 对 更何况如果是没有业绩的话 这个月可能就没有收入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一般在面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让被这个求职者了解到 我们的运作方式 比如说像在我们团队里面 我们的运作方式就针对特定族群开发 比如说像是我们最近有在 我们一直有在开发 像是护理人员 那护理人员他们的收入结构跟薪资结构 那针对这个族群的人 他们最需要的规划会是什么 以及这个族群的人 他们在退休金的额度准备上面 会不会不足 那透过他们的薪资结构 我们可以为他们量身设计 什么样的专案来符合他们 并且协助他们完成规划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面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告诉这个求职者 让他很清楚知道 一旦他来到我们单位之后 我们会如何培训他们 所以不是放任他说 自己去找自己的亲朋好友 或是找自己的同学 是有一些方法的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当然 因为现在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 好像我们年轻人的市场到底在哪里 那以我们这一代 我们常常为小孩子 那我们小孩子也都长大了 那我们也有规划他们的保险 那事实上他们踏入社会了 那他们也遇到他们的同事跟朋友 那他们就觉得 你以前父母亲刚刚有规划的 可能已经不切或者不够 已经不合乎他现在所需要 因为他现在生小孩了 那他就会接触到另外的市场了 对 这就是所谓的 谁能够掌握年轻人 谁能够掌握未来 一样 这句话可以用在任何的场合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强调的不是只是我单打独斗 没错 对不对 我们整个的团体的运作 甚至刚刚我提到的是说 我有没有一天我也成处 对 没错 那我多久可以成处 就好像有我自己的一个事业在经营 我想那个部长那边是 辅导很多的主管 很多优秀的主管 出去成处的 那你怎么样让他们 辅导他们成功 然后把这个蓝图规划出来 事实上我觉得市场上的朋友 觉得这个永远是最重要的 因为每个主管他做政院 现在进来之前会担心 那我很常举个例子 为什么欧美是可以世代横富 因为他们的钱进来之后 说50%就拿去缴税了 可能30%拿去缴税 其他就花掉 我们台湾人其实很有趣 我们税率不就平均就6到12% 我们就把6到12%拿去缴税 缴一缴之后还被年改 对不对 其他的我们跟人家一起把它花掉 所以我觉得市场就在这边 今天假设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台湾的民众 可以把赚这样的钱 50%交给我们 那这个契约可以保障他的未来 退休金 教育基金 甚至长期看护 那最近很多年改的一些议题 很多老师都说 天啊 军工都说 天啊 保险业比政府可靠 早早把钱放在这边了 放在这边还一直被年改下去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老年市场 这一块 在未来其实在社会保险不足之下 我们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是 这就是很大市场 保险公司可靠 可是我们在选保险公司也要小心 真的也要小心 也要了解这个保险公司的财务结构 经营的状况 这个在我们杂志其实每一年都有 像我们上一期杂志 就有分析产售选各家公司 它的各项比例 而不是绝对看它的一个保费收入而已 它的投报率 它的这种输送率 它的那种平均保额等等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组织的发展 在讲这个组织发展之前 我回来要问的是说 做保险大概遇到十个人 有九个都跟你摇头的 都跟你说我有保险了或是怎么样 我想面对这样的挫折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曹经理你怎么样 您自己怎么样走过这样的挫折 被拒绝 然后你怎么样辅导年轻的伙伴 走过这种挫折 我想我们在这个增援面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让伙伴很清楚知道 他今天来到这里工作的动机跟目的 到底是为什么 自己是来这里当老板的 所以这个客人不上门 那就下一个就好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被人家拒绝那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如果你把它视为说 我要如何让这个人不要拒绝我 我就成功了 对所以我觉得是反向思考 我们不要去 我会告诉我的伙伴说 我们不去思考 我们为什么会挫折 但我们可以思考的是 我们如何不要被客户拒绝 所以您辅导是转念就对了 那我们知道有的人真的是比较年评 比较薄 比较内向 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就不适合做业务 那我补充一下好了 现在我觉得不管他以前的学历 或是经历多好进来 都会被拒绝跟遇到挫折 我觉得这一块是改变不了的 那像我20岁他只有进来 我外地人我拒绝更多的 但我觉得今天我去想到 假设30岁我没有自己的房子 我35岁不能让爸妈退休 我不能让老婆小孩过好的生活 我觉得他是更大的挫折 所以只要把想要让他找出来 想要大于恐惧 他的行动力就会出来 就会无间不摧了 所以还是建立他的业务心态比较重要 所以那个拒绝你五次的还在去 再去一次就对了 找下一个就可以 找下一个 对对对对 不过我想这个心态的建立是非常重要 公司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课程 或是什么样来辅导他们 我想公司这边除了对新人 他有一个完整的 每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新人 一直到他主管 那我觉得分享的 今天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是公司有一块领导的课程 那在这几年十年来 其实在业界 我可以自豪地讲 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课程 那这课程当然是我们过去 因为公司是合并来的 那他有源自于Limra 或者源自于其他的保险公司 慢慢的 因为有很多的顾问公司 也穿搭在里面 所以我们慢慢去琢磨开发出来 那其中过去总经理 带大家的这个主管 他叫健身处经理 他有一个叫做处经理养成班 那我这边开发出来的叫做明日之星 那这个现在我们可以讲说 公司两个非常叫做大联盟的班 因为他是把所有全省公司优秀的 比如说明日之星 你的体系一定要十个人 这是一加十 那外线是大概少一个人 那这里面都是过 像到现在已经到八期了 那每一班大概都有六十几个人 那有的期数大概有两班 那几乎我在过去都是一一的面谈 我要面谈你的主管 你现在目前的状况 你的企图心怎么样 你如何去要在这一年多 你要去扩张 那你怎么做 那他把他行动计划 我要听听看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企图心 你现在组织 你能不能带得动大家 那最重要的是 这个班主要是做增援组织发展 纯粹 因为每一天 因为我们的这个班 分了大概六组的学员 那每一组都是像他们这些 优秀的处经理 当他们的指导老师 所以公司投入很多钱 这些指导老师 那就跟着他们一起成长 那他们有他们的独立的line 所以每一天他都要回报 每个礼拜都要回报 我做了哪些跟增援 有相关的事情 对不起这半年 如果你每一个人都没增 我就把你淘汰掉 所以它是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班 那处经理养成班 就是升到处经理养成班 大概就二三十个 那这个时候就要 你就要成处了 那你的有没有一些的 有系统的东西 有一些模组的东西 比如说受险业不怪夫 就是行销 增援 经营管理 激励 那这四大的体系里面 你要成处之前 你不要太恐慌 到你到了 好像到了当妈妈的时候 你再来手忙脚乱 不会 你现在就很有信心的 我今天成处了 我也知道 我怎么去run这个单位 我们就在这个课程灌输它 那另外一个课程 叫做大乌江 那这个过去所提到的 那另外一个叫典范分处 那这两个课程 就有一点类似 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因为大乌江是要到城乡 比较偏远的地方 我去开创 我去打出这样 那这个班 我为什么讲说 这很自豪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班 你来上课 你带领两个左右手 就两个主管 我一起来接受教育训练 那在这个班里面 你就你要做一些分享 你要做一些决定 你大致上就可以 在这个班上课的时候 去决定 那公司也给有一个助理 也给一些办公空间 那你就很有信心的去做 好像创业一样 去开展店的方式 那样的经营 那这就是大乌江 跟一般的班不太一样 那典范大概就是 就是在原来通讯处里面 我们就地大乌江的感觉 那我今天要分享 另外一个叫做 叫做契加班 那这契加班 就是沿用我们 我们常常有的人 就上EMBA这样的课程 那因为我在受盈业 已经三十几年了 我倒觉得 看到这些处经理 他经营了一二十年之后 你从第一年到十年 到二十年都不会变 为什么 因为你经营的范畴 就是一个经营管理 五十个人 顶多你变成一百个 两百个 可是你的视野 你自己在经营上面 你有没有一些成长 所以我们就参考EMBA EMBA的班 然后我们引进了一些教授 或者他的课程的内容 我们让这些学员 有更多样化的 那公司也迫切了 像厂青就是第一班的 七加班 那他上完这个时候 我们也赋予他代理部长 他开始把他所学的东西 更能够往上 那跟公司的政策 经营管理跟人link在一起 那我相信这个在业界里面 他们也很难去接触到 有这么高层次 那我们现在已经开招募 在第二班开始 我想有企图心 有方法 但是公司整个的环境 还有刚刚提到那些 成功的典范 无私的分享 怎么去做 还有像直播刚刚讲的说 我在那里都已经不答说 我要成一处 那这个面子就会挂不住 就会努力往前冲 那整个的氛围 不过您刚才提到说 真的是规划了很多的课程 那个课程而不是书本上有的 而是实战的一个经验 在不同的阶段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 因为我们也知道 现在年轻人不是用管的 是用吸引的 是用鼓励他来的 那随着这种 Them Tech的这种发展 我们也知道除了上课 除了整个团队的氛围以外 怎么样用Fintech 让我们在行销上面 可以做得更得心应手 什么样的方法呢 休息一下 再回来告诉你 Zither Harp 等命多奇妙 每一刻都珍贵 把握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欢迎回来 做保险加入保险很重要 但是保险的规划更重要 随着我们这种平均年龄的增长 还有实质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有一种保险是 过去我们买的保险 都没有办法帮上忙的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 长期照顾的这一块 如果你不是住院 你是需要照顾 而且时间非常长的话 一定要靠长期照顾保险 或是我们讲的 这个失能的辅助保险 我们7月号有一本特刊 就是为了这样的议题 所制作的 我们叫做病老残保险一把照 我的长照 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还有里边有一些数据 真的是跟我们原来想象不大一样 我们都会认为发生这种残废 当然现在不能讲残废 我们要叫失能 好像觉得外景的人口 会比较多一点 事实上不然 因为造成我们身心障碍的比例 五成以上是跟疾病有关 反而是第一类职业 反而是内勤的 常常坐在办公室 吹冷气的人 罹患的这种 讲的失能的这种比例 是更高的 所以更需要这种 长照保险的一个安排 据了解 这个投保的比例 才2% 3%左右 是非常对我们来讲 面临未来老化的社会 非常急需要 补强的一个保险 好 我们再回来谈 事实上我想 我刚刚谈Fintech 事实上讲的是保险的 Insertech的那一块 现在很多公司都怎么样 运用这一块 其实它不是来取代 内勤人员或外勤人员 而是来协助让我们怎么样 可以效率更好 从内勤到外勤 那部长那边有没有跟我们分享 您公司提供这样的一个科技 带来的一些便利是什么 那就分享一下 合保的部分好了 好 合保部分 像现在只要保费超过一定的收入 然后他就必要做个生存调查 那现在很多人会出差去国外 跑来跑去的 搞不好 合保公司当中生调下来 他在国外怎么办 那这时候 公司可以透过视讯的部分 可以大大缩短这些时间 因为生调只要是确认 这个人是本人 然后跟他做一些 简单的访谈之后 就可以缩短的 用什么视讯 用手机 用手机跟平板 所以我们伙伴 他一定会有个平板 平板 那平板 签约的时候也可以用平板签 然后再来是 我们在办理赔的时候 假设有些理赔已经确认多 这是为理赔的 后面单据的补齐 像食能残废的给付 这些连续性的给付 只要是确认到说 视讯 这个客户他是本人 他还是在的 然后他的状况 一样持续在做这些 的治疗部分 公司就可以用最快速度 把他的 可能还在住院的时候 理赔金就回到 客户的户头里面了 让客户感觉相当好 因为救急不救穷 这急那里比以前是很重要的 这跟以前差很多 对对对 以前文件往返 少说都三天 便利 有一个数据 就是如果用声调的案件 因为他这个用视讯的 过去如果有人工去做 或者是去拜访 可能要花的时间大概零点 会快一天的时间 可是现在来讲大概30分钟 他用视讯非常非常容易 又省钱又节省客户的时间 你找他们还要找得到 对对对 当然都是联络客户 去做这样的一个视讯 客户也非常愿意 这个是指在行政方面 公司运用这种科技 让我们在理赔合保上面 速度更快更方便 可事实上对外勤同仁来讲 公司有没有在这方面也提供一些 我们在学习上边 或是教训论上面的一个协助 有我们公司有一个数位学习平台 叫做富邦新世界 这个学习平台 里面有包含像是行销的课程 或者是增援的课程 还有核保的课程 其实都公司都把它 录成一个简短的影片 那我觉得这对我们 业务线上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原因是因为 当这个新进同仁来的时候 他如果要学习什么样的课程 他必须得等到那个课程开了 他才能够实际去参与 可是有了这个新世界之后 这个让同仁 他们透过平板或者是手机 他们就可以轻松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在增援福 的过程当中 帮助是相当大的 就他都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 因为有时候你增一个人来 你这个月增来一个 那你隔两个月又增来一个 他们教育训练 抽不起一起上课 你不能一直再重复的教 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跟心力 那如果有一些辅助的 叫工具的话 你就很轻松 也许一边看 然后你再补充 那这样就省很多的时间 那就你们的观察 行销工具上边 我们的业务同仁有没有运用 尤其是年轻人 我想他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可是我们可能去不带700多个人 然后我们用平板去签约 这个比喻大概是92% 所以几乎 今天100%都是用平板在做签约 因为现在的资本 其实政府把一改的话 又多两个文件的 然后用资本又少签两个 多把很多趟 那平板的好处是公司系统更新之后 这部分没有签到 它是跳不到下个部分的 所以对伙伴有应该可以减少很多行政流程上的疏失 以前如果拿你签错就从来 全部从来 那客户可能出国或是找不到就很麻烦 那曹经理那边 你的伙伴有没有什么用 现代的新的科技行销 行销的部分也是有 对啊 像刚刚我所说的 我们富邦新世界的部分 因为行销课程 其实里面公司都会帮我们准备一些简报 那一些简报的话其实在销售上面对同仁来说都已经是数位化了 其实我们现在用这个纸本给客户看也都很少了 直接用平板就可以呈现出来了 对 对比较活泼 对比较活泼 那有用脸书啦 或是有用LINE啦 在跟客户谈业务的吗 听说还有半夜成交一件的 其实你的比较会小心 因为你说LINE的话 这个一下违反饮品的话 它就是行销上面就会有 经营客户很常用到经营客户 不过正式谈到内容的时候 谈到内容就不敢 随便对面 对对对 你是经营它跟它分享一些生活的喜悦的话 群组上面都OK 那植父您认不认为说未来的AI发展会让我们的人员减少呢 这个是现在大家 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现在最常看到 什么某某便利商店 它现在已经用AI去做服务了 然后呢 现在又某某便利商店在尝试 某某便利商店在尝试 没有人去服务管理 那其实这个科技的东西对各行各业都会有冲击到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保险业确实它有它生存的 必要的存在的条件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你像买一栋房子 其实你说我能不能用网路上去买一栋房子 那谈何容易 里面牵扯到我要跟代书 要保证双方的签约的过程都有三四段 那因为保险业它确实是一篇药保书 看起来它只是签字而已 它里面附加在有太多的法律的关系 它后面的条文 那这里面的条文都是碰到 它的客户才知道 哇 原来我没有这样的保障 原来我的保障是受到这样的限制 所以它有牵扯到那这些法律上面条文 那你随时业务人员 你碰到这个客户的时候 它会随时都有问题 它通常人家客户都是疾病住院的时候 它才会问你打电话说 我的保障到底我可以住什么样的病房 我能够申请多少的保障的内容 所以通常你在跟它行销的时候 也许它当下它听得懂 可是在最后它还是没办法 所以你是要有温度 随时都要提醒 靠人 行销还是要面对面 我想刚刚讲那些工具 只是提高我们的效率而已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我就说人只要不要变成机器 机器就不会取代人 我们再休息一下 回来一起讨论 欢迎回来 工作固然重要 但是家庭更要照顾好 除了家庭以外 我们还有梦想 我想做业务的工作是很繁忙 也高压的 那怎么样兼顾家庭 那有机会实现梦想吗 曹经理 好 可能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说 从事我们保险业 必须没日没夜的不停的工作 不是吗 当然不是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我的上班时间工作时间是很规律的 早上大概八点进办公室 晚上大概六点七点左右 我就把工作结束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跟客户邀约时间 都是跟客户确认好时间之后 我们才会见面的 所以其实行程你只要安排好的话 其余的时间你都可以充分的去运用 再发挥 去运用这个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会利用这些时间 像我喜欢运动 喜欢跑步 然后我就会利用下班的时间 或者是视力假日的时间去运动 那出国旅游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事情 那公司一年其实都有两次的这个出国旅游 那像我们这个月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份啊 我们单位就有五位同仁 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都陆续的带家人出国旅游 对 所以不仅呢是我可以这么做 我相信只要进来到我们保险验 然后有有有这个这个用对的方法做的话 其实都可以这个时间很自由的 按部就班的 对 没错 好 部长呢 我们常说工作是为了生活 但很多人工作是忘的生活 像我的邦是有个世界地图这么大 去过就贴贴贴贴 贴了五十几个地方 然后很多人在面谈的时候就会聊到 这是以后你的生活吗 这我真的实践过的 所以我常跟伙伴说 我们的未来 我的生活就是你们的未来 对 所以努力之下就是一定要的